11个月才卖一户大平顶别墅苦哈哈 看看这充满绿意的公园 这里是高雄小港大平顶热带植物园 这样的绿地在大平顶不止这一个 大平顶因为是低密度开发区 因此既然清一色是透天别墅 两楼半的规划更有休闲氛围 大平顶的别墅价格 从700多万到1500多万都有 依总价来说在高雄不算太高 可是大平顶的别墅 这两年销售的状况不理想 甚至有建案11个月才卖出一户 从有些建案的旗帜都已经褪色 就知道这些建案都卖很久了 可是大平顶环境清优 房价也不会太离谱 为什么没办法吸引民众来买房 大平顶这边生活机能的部分 它主要只有两家便利超商 一家是在大平路的Seven 一家是在22路上的全家 那这边的采买的部分的话 选择性有限 生活机能便利性不佳 就是民众不愿意到大平顶购物的主因 超商虽然兼卖上鲜蔬果 但品项有限 采买还是仰赖山下的汉民路商圈 例如说像教育资源的部分呢 也只有那个平顶国小 国中跟高中的一样也是要到小港商圈 如果除了生活机能不方便之外 其实1000多万元的房价 对很多民众来说也是吃不消 价格的部分总价的话 这边如果说销售比较快的话 总价还是以700至1000万 比较好做销售 但是如果总价超过1500万元 对于现在高雄的主力买盘首购族来说 负担太大 这样的产品就很难卖了 想说两个人的家庭 我们是两个人的家庭 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民数 它总价拉得那么高 对我们来讲是多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